春节快乐,应该你们看到这视频的时候,就是春节宁静的时候 然后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主要是最近直播比较少,打的比较少 就没有什么很精彩的视频能做出来分享的 那今天呢有 诶,是你发的投稿吗 总共有,哦,那不是,那不是,那做不出来啊,是新三国沙版本太低,还做不出来 那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做的视频,嗯,录像吧 这,啊,这近来也还有二十多分钟,那也不慌 啊,我们,这,这个剧情呢,是什么一个剧本,这个蔡姆姬被月音给杀了,啊,然后他断了一个张飞 他当时断张飞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觉得断月音的话,这个 董卓要被张飞打死,其实我是希望他去断 月音的 我们选了个圆少马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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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到手量,因为我们是 七号位的一个圆少马桃 这个武将呢,也是多次在我们视频里面 出现过,也是我们反复提的最强的一个boss 但是这个boss只是,在特定的环境里面 他是最强,他有个明显的短板,大家都知道 就把单挑这是个白板 但是他单挑也不一定就是个纯的白板 因为他也有个多杀的能力 我砍你一刀之后呢,我还能射你一对心血 我两点伤害就把你弄死了 然后我们前面是丢了张任何什么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被我们的队友的动作砍了一刀 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会丢牌 我们肯定不能成为这个蜀国 我优先压制的按降的,压制的按降的目标 比如说我现在去搞下育婴 或者搞下祝克亮 那么极有可能 按照路人的常习惯打法 那路人肯定是先来优先来压制我 而不可能去打这个陆逊 香香 而我和这个周氏还是个队友关系 所以就会演变成一个我被打出来 然后我和周氏和两个属国互换 然后香香不死获胜的局 所以我们不可能有杀 或者有顺差的时候会去打这边的御婴 所以站在懂得这个立场 你不能以我不初杀 杀月婴或者不乐月婴来判断我的身份 就是你判断我是飞群 然后这轮我有点犹豫 这轮为什么没有出来射箭的原因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希望我希望这枚香香 帮我去把这个蜀国再打残一点 然后这是其二啊 我很想看一下这个二号的身份 我想知道它是什么 然后这个重量 他看了我主将 感谢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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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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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